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最近西北的比赛正在火爆进行中 对比广东 辽宁 浙江这些传统强队获得佳季 北京首钢这个土豪球队呢 在最近的遭遇可以说是非常尴尬的 目前呢打完了第二阶段的大部分比赛之后啊 北京首钢却是一胜难球 近六场比赛输了四场 总共打了本赛季28场比赛呢 仅仅是排名CBA排位榜第十名而已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局势下去 如果在后续继续保持一个低迷的状态 北京南南到底能不能够进入季后赛 都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看到北京首钢的一些核心球员呢 也遭到很多球迷的痛批 尤其是核心球员范子民比较低迷呢 跟四样一些啊 他们群里面的球迷非常不满 直接当着范子民的面 在群里面去批评他的一些具体做法 比如说啊防守比较软等等 但没有想到呢 这些批评的声音被范子民看到之后呢 却彻底激怒了他 导致在最近呢 开始了一场非常大的闹剧 据球迷透露啊 这一次互喷的一个闹剧呢 起因是因为在最近落下帷幕的一场比赛中 北京首钢在范子民的带领之下 去决战天津队 在一度领先对手21分的情况下 居然遭遇对方逆转 暴能惨败输掉比赛 这自然让很多北京首钢的球迷难以接受 而在本场比赛当中呢 范子民的防守也比较软 状态也不太对劲 很多球迷自然就对他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有些大胆的球迷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在和范子民同一个群的一个聊天里面的话 就直接点名范子民说 你防守的时候能不能够把手举起来 就叫他呢 硬一点 认真一点 没有想到范子民呢 看到这番点评之后 却非常的不满意 认为是在诋毁攻击自己 他质疑啊 有些球迷根本不了解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呀 去莫名其妙的去批评球员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非常弱智 非常无语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范子民呢 直接回应了那个球迷 而且爆出怒骂这名球迷 骂得非常难听 另外一方面呢 他还直接要求那么群的管理工作人员呢 直接把这个球迷给踢出去 看得出来的话 他确实非常的生气 但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回绝外界 所有的批评呢 我觉得对于范子民来说 这不是一个球员应该成长的方式 还记得在杜峰执教中国男男时期呢 曾经也重用过范子民给他很多的一个机会 但是并不见得他能够把握得住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范子民尽管拥有一身天赋 但是呢他并不能够很好的利用 而且他有的时候打球的一个态度啊 也是值得怀疑的 我认为啊 现在球迷重点去指出他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坏事 如果他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球迷 都全部踢出群聊 以后呢 留下只用那些恶意奉承的球迷的话 范子民后续只会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沉沦 甚至有可能啊 被北京首钢放弃 这不是一个职业球员应该有的态度 对于范子民也好 对于所有的年轻球员也好 那既然说在场上的表现不如意 就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以后怎么要去提升 这才是重要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